西安事变 民国十七年 被发完成后 以蒋中正为领袖的国民政府 对内有中共问题 对外有日本胡适担担 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 蒋中正决定先安内再攘外 因此民国十九年起 国民政府多次围剿中共 迫使共军展开两万五千里长征 与此同时 随着九一八事变 与日本扶植满洲国成立 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 已经完全显露出来 外患家具下 国民政府却决定 加重歼灭共产党的力道 完全执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处理方针 就在共产党看似穷途末路时 他们决定 最后一搏 他们私下争取张学良支持 希望让蒋中正放弃对共产党的攻击 共同抗日 张学良是谁呢 张学良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儿子 由于父亲被日本人炸死 因此非常痛恨日本人 同时 他与蒋中正交情甚度 曾与蒋中正情同骨肉 共产党认为 透过张学良 一定可以让蒋中正放弃攻击共产党 一同对抗外敌日本 因此 共产党秘密联络张学良 而张学良也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诉求下 渐渐倾向共产党 民国36年 为了贯彻歼灭共产党的决心 蒋中正前往西安视察 张学良借机发动兵舰 将蒋中正软禁起来 以此换取蒋中正改变政策 联合共产党 一同抗制 经过数日谈判 蒋中正终于同意与共党联合阵线 共同背抗外敌日本 这就是西安事变的经过 过少学者认为 西安事变后 共产党获得喘息与壮大力量的时机 并且利用中日战争期间扩张势力 获得人民支持 而能在西元1949年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后 如果你是蒋中正 你会采取先安内 再攘外的政策吗 如果你是张学良 你会发动事变 改变蒋中正的决策吗 想一想 也许你会有更多不同的想法哦 我会发动事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